是解梁启超的命局案例 维谦李先生的命相的故事中多次提到梁启超的算命故事 文中讲梁氏曾让人算过四次命 第一次是小的时候父母为他拿命算的 算命先生讲他15岁能中秀才 17岁能中举人 但以后却不能在地 可将来却能有一品之贵 而且是文物之职 后在戊戌变法之前 他的友人拿他的命去在上海与北京两地为他算命 不仅与第一次算的一样 而且还算出他当年先从南方去北方任职 后在立秋之后将遭遇杀身之祸 并可以侥幸逃脱 说到将来 算命先生讲他的授数不会到尔顺之岁 此时会出血 当然所算完全应验 现在拿出梁启超的命看 能算到这些绝非易事 可见民国时代高人辈出 按我们现在的水平 能很好地解释清楚这些段语的来由 已经是不错了 我将是命之理详解如下 前 鬼有假银饼无鬼似 大运 鬼丑人子心害更须极有物身 先分析原命局 此造印旺深强 时观星虚透无用 而财星远格也无用 八字必从 时尚见路可乘观路阁 以路当观 印路为用 从路阁一般记杰任 但此造作下无火却不为继神 因节任本是分路之意 但五却处在主的位置 也就是说五是他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不会分他的路 故不为继神 观路阁有望印巨师大观 可断粮食能有一品之贵 阳任混路 主文五官指 阳任主五 看功名则不看路 无伤识的情况下看观印 观此造年观月印 本可功名垂成 然月印逢空王 即表示功名会中途阻断 能算半个功名 故推为举人 举人在旧时上 不能算真正的功成名就 只是有了入世的可能与资格 有人会问 既然印以空王则无用了 还能生路吗 这就是本造的奇特之处 按常理凡无功名者 则无大的仕途 一般来讲空王的东西生力 是很有限的 但目的空王 却有相反的说法 木空为死木 如木材 一方面它不受水生 另一方面它空死 则更易生火 只是一号进而身亡 也就是说寿数会不高 这些方面对粮食来说都应证了 十五岁行鬼丑 运饼虚年 因木被丑妥暗合而办 虚形丑 使丑无法扮淫 得以考取秀才 十七岁行人子运吉丑年 大运子水冲武 引武局破 十五无法受印生 极为不好的大运 逢吉丑年子丑合办 武被释放 引武成局而考中举人 当然假挤和洞印星 也是好的原因 其后更吟 仁臣 以为三次应试都名落孙山 因为先天命局 已定在举人的学历上 无论好坏年份 都是无法考中的 但到以为年 著名的公车上书 使他一时成为 唯新改革的名人 这一年为何武 使被破得无火和而不破 而未土穿去自水 使水不再施木 木可生活也是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是 他本身的命局 木生活的结构 就注定是个大名人 活主名气 再讲戏剧性历史的物虚年 这一年刚形入新亥运 先讲大运语八字的作用 丙心合 四亥冲 银亥合 丙心是合半日主 亥的一冲一合力量都减弱 极有冲动四火的意思 如果不合那就是冲破了四火 但银亥之合便绊住了银木 即使不论完全的合半 但亥合入银中失了木 也使木无法顺利生火了 这样的大运注定 他与康的变法只能是虎头蛇尾 因动陆主快速得到权力 但陆之源神被坏 又主昙花一现 为什么会发生在物虚年 看流年与大运八字作用的情况 天干物鬼 地之银五虚和 有虚穿 物鬼何去既神鬼 又何动门户 主出门任职 银五虚局也主得权 有虚穿则有坏局之意 但虚如木火 逢有穿又能穿木而不凶 看似该年几多凶少 但再看大运银亥合半 银则三合局不成 这虚年未成局 凡有陆审 任兴入木之意 危机已经潜伏 入木之鹰一般是衰时入木 望相是不入木 待立秋之后火衰便休 身有虚结党客印 便有杀身之祸 实际是应在有月变法失败 落荒而逃 为何能逃脱 因八字本身与大运没有死线 四害之冲也表示可以逃脱 再者有穿虚破木 也可脱逃 此后梁流亡海外十四年之久 入虚运银五虚得局 用神到位 鬼丑年入阁被任命为司法总长 可算一品之职 其虚运五年断断续续担任各种职务 有意思的是 作为文人的梁居然有秉承年 做了梁广都司令部的都参谋 算入了五 可当时算命先生给他算到将来当五职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 那么这个五职为何会在秉承年出任 阴阳任无主武 银武虚得局 虽以忠神为局党 但武建虚为归库 此局以银中柄火为局党 这是火局的特殊性所在 秉承年冲开虚 扬任出 故任五职 入籍有孕梁执教脱离政界 至勿身孕勿成年1929年1月29日 筹约甲虚日 得病去世 此时先小便出血 后牙齿被拔 流血不止而死 在导读 封几点撬在哪里一文中 有一命将一个人的父亲死时上吐血下流血 我举了梁的命与之相似 结果还是一样的死法 思考题 梁在日本时有人又为他算命 问 康梁是师生又是亲密政治伙伴 他们俩将来会分道扬镳吗 算命先生看了两人的命后说 当在丁四年分道扬镳 果于丁四年张勋复毕时康 梁因政治观点冲突而分手 读者可否从梁氏的命中看出这一条来 此时梁正行虚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